地狱结界被迫,可怕的死灵清潮而出 它们侵入人类的身体,释放最黑暗的力量 今天我们来看2022最新动作大片 《冥界警局2,昼灵崛起》 月时之夜,一名淘金者正在矿里攫取残余的金子 结果一稿子下去,地面砸出了一个大洞 下面还泛着熔岩的火光 老头好奇的上前查看 不料下秒一股恶魔的黑烟就侵入了他的身体 扎眼的功夫,老头的胸口就出现了恶魔的封印 而此时的他已经被恶魔占据了身体 一个月后,警长老王来到出站 接自己的女儿和未来女婿 不过父女俩刚聊了两句 一伙劫匪就打结了这里 见此情形,老王赶紧把女儿给藏到了一边 接着单枪匹马就冲了出去 靠着干练的伸手,老王打了对面一个措手不及 但对面毕竟人多,老王最后还是领了盒饭 然而一到电光火时候 老王瞬间被带到了明界警局 这里是给死人在就业的部门 只要老王接受明界警察的身份 他就能以活人的身份再次回到人间 但前提是,老王必须帮助警局消灭在人间作祟的妖孽 他们通常会附身人类的身体,以此来传播黑暗 老王要做的就是用盛光的力量来消灭他们 接着队长提供了黄金圣枪 只要用他们击中头部就能灭掉死人的灵魂 最后他还向老王介绍了死灵的特征 他们附体后,人类的身上就会出现符号 因为一个月前的月时,时空裂缝在红锡镇破裂 大量死灵因此逃了出来 所以合同以前,老王就必须赶往红锡镇消灭死灵 因为担心自己的女儿,老王爽快的答应了下来 合约以前,老王的胸口就落上了警徽 坐上拉风的小电梯,老王嗖的一下就来到了地面 结果时间感到不巧,一群野牛从这里路过 落地吃草,老王还是头一遭 不过很快,他的联络人小美就赶来了这里 当灌了一把手,老王一上来就跟小美谈资历 可对于刚死了三天的人来说,小美已经死了四百多年 打脸过后,老王也是一脸尴尬 他忙慌赶回了家里,见到女儿还在为自己的死而伤心 老王想尽无安慰,可下一秒他就被小美给拦住 此时,老王还不清楚自己的模样 所以不顾小美的劝阻,执意要去见自己的女儿 两人还因此发生了不小的摩擦 最后,小美将真相告诉了老王 原来,老王现在的身体是一个女人 来到自己的墓前,老王才克制住了冲动 因为现在的她,不可能再以过去的身份和大家相认 就当老王感到遗憾的时候 曾经的老友突然前来扫墓 看到两个小姐姐在此,男人还厚着脸皮套起了近乎 不过对老王的遗憾当中 他提到了女儿的未婚夫被劫匪抓走 前不久,这伙劫劫匪打结了银行 但这次行动并不顺利 他们五个人之中就有三个被抓到 并且今天就要被送去刑场 为了救回自己的女婿 老王打算前往刑场打探消息 但小美强调,他们现在的任务是去红西镇 剧强的老王不顾小美的劝阻 依然去找了求车 来到劫匪途径的峡谷 老王意外的发现 其中的一个劫匪明明已经被自己打死 没想到竟然也在车里 果不其然,当两人靠近球车后 一个囚犯的身上赫然出现了死灵的符号 活人他们管不了 如果是死灵的话,一个也别想跑 小美主动跳出来寻求警长的帮助 将警人引到偏僻的小树林后 两人发起了偷袭 经过一番波折后 老王成功爬上了球车 但警长眼急手快,一枪就把他打倒在地 好在早就死了 所以普通的子弹对老王并没有效果 在小美的协助下 两人很快控制住了局面 然而眼前的锁链却难住了他们 注意看 女人像笼子里的人洒了几滴圣女之泪 下一秒 男人的胸膛就被腐蚀 原来男人是死灵附身的肉体 在失去身体后 死灵也现出了原形 只见怪物撑破牢笼逃了出来 只是刚一落地就挨了老王一枪 而圣光武器能让死灵分分钟淹灭 留了一个活口 老王逼问起了其他残党的下落 死灵还想嘴硬 小美也不惯着 直接就来了一滴圣女之泪 死灵脱鞘而出 在十字架的威慑下 死灵才被抑制住 见此情形 小哥只能交代 一个名叫阿伟的死灵 给他们打上了烙印 而所有的人都被抓到了红锡镇 似乎孕育着不可告人的阴谋 原来阿伟是应见的三巨头之一 上次的满月月时 让时空裂缝变得脆弱 抓住那次机会 阿伟成功逃逸 而今天晚上的血月 会让门户变得更加脆弱 届时他们可以利用这次机会 释放更多的亡灵 但为了抵抗民界警察的骚扰 现在他们需要更多的人手 如果失败 他们将再等上25年的时间 才能遇到血月 为了接管地下的统治权 这一仗阿伟势在必得 在小哥的带路下 几人赶往了红锡镇 可路上小哥嘴欠 直接遭到了老王的制裁 所限只是普通子弹 所以小哥只是受到了一点惊吓 但有事没事就来上几枪 是不是就有点过分了 此刻阿伟正打算 教训那些不老实的小弟 因为自己的权威遭到质疑 阿伟当着其他人的面 拽出了小弟的死灵 接着用剩枪一枪画扎 杀鸡紧猴 那么问题就来了 阿伟从哪搞来的剩枪呢 经过一番跋涉后 几人终于赶到了红锡镇 不过小镇空荡荡的 并没有几个人 似乎受之前的霍乱影响 仅有的几个人也是病痒痒的 来到一旁的旅馆 几人打算住下 可老板却亮出了 不接待有色人种的招牌 见自己遭到歧视 老王直接亮出了腰间的枪 老板一事失去 资本家就是为了搞钱 哪在乎这些东西 当着两人的面 老板烧掉了招牌 可看到火关后 小美却害怕地躲开了视线 在黑庸的带领下 几人入住了这里的高级套房 接着老王问起了小镇的情况 可黑庸也不太清楚 只是说在一个月前 瘟疫就开始了 从时间上来看 正好能对上时空裂缝的日子 小美认为 或许空气中存在某种毒气 他们之所以没有受到影响 那是因为大家本来就热死人 而毒气的源头 肯定出在这里的山头 原来为了确保村民的身体健康 阿伟给大家全都戴上了面具 而老王的女婿也被关在了这里 受不了毒气的折磨 老板找到阿伟寻求帮助 没想到他竟然与阿伟勾结 专门将健康的旅客送去矿里 作为条件 老板只想要一个防毒面具 但他并不知道 戴上面具的那一刻 他就已经成为了阿伟的工具人 把小哥绑起来后 两人对小镇进行了盘查 不过他们到处都没有发现人 就在这时 老板的呼救引起了两人的注意 他们很快在马车上找到了对方 惊慌的老板将真相告诉了两人 所有人都被抓到了矿山 而阿伟嘴里还提到过门库 小美立马反应了过来 矿山应该就是裂缝存在的地方 阿伟抓那么多人 就是要用死灵的力量冲破裂缝 一旦大量的死灵被释放 所有村民都将变成死人 听到两人的鬼扯后 老板不禁发出了嘲笑 没想身后的马仔突然偷袭 两人随即与他们展开较量 与此同时 端茶的黑庸 无意间发现了老板和阿伟的勾当 不想小哥沦为带子的羔羊 好心的他放走了对方 或许是良心发现 小哥竟回头给黑庸拿了一个防毒面具 很快老王两人就赶到了矿山 不过是以俘虏的身份 静姐一眼就认出了 他们明界警察的身份 原来局里的人搞错了静姐的身份 所以在他们发现之前 静姐便抢劫了军械库 于是阿伟手里便有了明界警局的升官武器 就在看守转压囚犯的时候 女婿突然搞起了偷袭 不过她的小身板并没有偷袭成功 反而老王认出了女婿的身份 可刚想相认 老王还是打住了自己 因为长成这样 女婿根本就不认识她 但不管怎么样 女婿的勇敢让老王看到了女儿的幸福 她以第三者的身份夸赞了女婿 这让女婿一时人都麻了 月月即将到来 阿伟将所有人都带到了门户 为了见见明界警局的大咖 阿伟还特地来到牢笼前嘲讽 因为今晚过后 明界警局将对他们毫无意义 门户开启后 阿伟便是地狱的统治者 为了让两人生不如死 她将在门户再次关闭前 将他们扔进深渊 在阿伟的威慑下 村民开始不断挖掘 经过一番努力 门户被彻底打开 清客间 无数死灵侵察而出 他们开始附着人类的身体 而邪恶的力量 也在不断地积聚 危急关头 小美想到了 携带的圣女之类 不过 看守的死灵 并不会轻易地靠近 就在这时 小哥突然找来了这里 而同伴并没有意识到 她的叛变 小哥拿起武器 佯装要杀了老王 结果趁看守不注意 小哥举枪就打包了他们 最后在小哥的帮助下 两人也成功逃脱 因为小美是被火柱活活烧死 所以小美对火焰非常抗拒 于是拯救世界的重任 就交给了老王 但在进去之前 老王将圣女之类交给了小美 希望她在此刻 能战胜自己的心魔 由于人类都闭上了眼睛 就让死灵无法进行附体 这时小哥假装 押着老王来到了现场 趁阿伟不注意 小哥发起了偷袭 没想到 升广武器对他并没有作用 为了解救这里的村民 小哥在老王的掩护下 赶紧带着大家撤离 老王被死灵纠缠脱不开身 这时打破心魔的小美 也加入了战斗 就当老王命悬一线时 小美跨过火坑 成功救下了她 同时她也将 圣女之类洒入了门库 在圣女之类的作用下 裂缝很快坍缩收紧 眨眼的功夫就被彻底封印 但一切并没有结束 阿伟献出恶魔真身 发起降维打击 因为刚才获得的力量 恶魔已经强大无比 就在这个节骨眼 小美的圣女之类给弄丢了 老王捡起一旁的武器 发起攻击 可子弹悉数被恶魔化解 小美捡起圣剑偷袭 可她的攻击同样被拦了下来 两人很快被恶魔控制住 危急关头 小美掏出了十字架 恐惧的恶魔失手放掉了老王 抓住这个机会 老王赶紧躲到了一旁 就当她无计可施之时 地上的眼泪被她发现 一股作气 老王将眼泪加入了子弹 接着一个帅气的躲闪 老王打出了致命一击 圣女之泪 让恶魔瞬间灰飞烟灭 而两人也成功完成了这次任务 故事的最后 幸存的村民回到了小镇 而参与勾结的老板 也遭到了英勇的制裁 小哥化身正义使者 成为了小镇的警长 与此同时 老王也等来了女儿的婚礼 虽然不是以父亲的身份 但接着女人的外表 老王送上了忠心的祝福 看到女儿幸福 老王也心满意足离开了小镇 不过回单位的时候 老王以为和小美到了分别的时候 可对方却告诉了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合同老王签了100年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老王有的是相处的时间 作为民界警局的续集 少了小健健的加盟 也让该片少了不少看点 有网友调侃 小健健太贵啊 估计是请不起 话说你们觉得这部续集好看吗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 以上便是本期内容 再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